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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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們天三 又回到我的遊戲平台了齁 那我今天比較特別想要介紹的是我們的新槍 KN44 那KN44這把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抽到了呢 小弟我哈 比較特別齁 剛好 我也有這一把 哈哈哈哈 彩虹階梯的KN44這把槍 那我待會想要實測一下它的一些彈道啊 跟它一些實測它的配置 分享給大家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那一般旁邊 今天我也是有在論壇那邊去做一個發文 那大家也是很踴躍的給我一些回答 那我待會應該會除了彈道實測之外 還會隨著大家給我的粉絲朋友 跟大家給我一些配置 然後把它裝上去實測看看 然後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家操作能不能駕馭那些很奇葩 很正常的一些配件 給大家試試看囉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囉 呃 呃 好 那影片的過程之中 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 呃 大家給我的那個 呃 呃 給我的一些回文齁 那我們看一下 好 木吉 欸木吉 木吉 欸最奇葩的 好 第一個觀眾 呃 第一個朋友齁 幫我 給我的是雷射消音跟槍托齁 我待會就先 呃 先用沒有任何東西的方式 然後去做它的實測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先把東西先卸下來 然後 套上雷射消音槍托 好雷射消音槍托 那我就先去找一下 呃 這個 電腦場好不好 我直接找電腦場就好了 裡面變打擾 然後 找一種 隨便的秘託 啊 它隨機的 它隨機玩 OK 那就開始囉 哇 這邊好像有玩家耶 不過是沒關係的 對啊 我記得 因為前幾天 也有一些 觀眾有 去告訴我 欸 它好像沒有這樣 裝上那什麼雷射什麼的 之類的 它的 開機會非常非常快 因為發現 欸 好像真的喔 有沒有 它整個開 開技能速度好快 好 待會可以在這個牆壁吧 對這個牆壁 測一下 它的準性 那因為準性的部分 我可能會設在 一個距離 那大概是設在一個 的 10公尺呢 我設一個10公尺 好不好 10公尺是 一般距離 那10公尺我就來 測試一下 它一般10公尺 的 槍線槍桿上去 是怎樣 然後 看要不要實測 大家的一些配置 然後一樣 看它的槍 有沒有 也穩一點點 就實測一下 對比一下 也好啦好不好 這個 12 11 好 從10公尺開始囉 開槍 超級困難的各位 基本上 它都是在我的 槍桌前面上面 一個大型的糗圓形的感覺 也沒有很大型 很小型的糗圓形 對 它這樣彎上去的感覺 可是它主要主要分散 其實沒有到你想要做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 一般沒有裝任何 槍托的方式 所用出來的 彈道 好 接下來就是用出 我們一些 奇葩觀眾 不是 不是奇葩觀眾 很正常的觀眾 給我一些很正常的 推薦好不好 我們來 實裝一下 壞 沒有啦 沒有壞 不是不是不是 大家懂的意思 好 那我先用 因為 蔡字號 他給我 對我剛剛是用 蔡字號給我的 配置 使用的是雷射 消音跟槍托 然後感覺上面 它的設計感就是 還是很穩 還是很穩 然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裸配 裸配 裸配 這個 好這10公尺 我現在沒有裝任何配置 這10公尺 感覺完全沒有什麼 太大落差 跟 放一個 對比族 我待會放對比族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 現在是 感覺好像 槍線好像更密集耶 對比族 結束 裸蛋的部分 我覺得 他的那個 給你的配置 還算是 還算是 就是給你裸配的話 他的彈道的方式 好像跟上一個 沒有落差的搭 反而我覺得 我個人眼睛 我不知道還沒有對比族出來 待會對比族出來 我個人覺得他好像 有變窄一些些 好不好 有變窄一些些 我們換下一個 下一個給我推薦的東西 是劉劍良 劉劍良他推薦的是 他既然有背徑喔 這個是戰術背徑 戰術背徑 然後 給你的握把 然後 快速彈匣 以及 快速握把 這個應該算是 很穩的一個配 配置吧 對這個 算是很棒喔 很棒 而且他 給你的設備 就是 他給你的配置算是 蠻明確的 而且很明確感 可是我覺得這個 在一般場 在一般場或排位場 都可以打得很好 只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他裝上那個瞄準鏡之後的 感覺是如何 然後 因為他剛剛有裝 穩定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潛窩把 潛窩把 那 應該是他的穩定度 應該會更高 我再去找個牆壁吧 那個牆壁 一直找了這個牆壁 然後一樣射十公尺的方式 好 七公尺 八公尺 十公尺 好 那我們現在就做 拍鍵方式 然後去做什麼 感覺好像 他略在三折上下 也不見 你會發現他 蠻穩穩的 也是很穩穩的 對啊 槍感覺 我有感覺 一樣是有 椭圓形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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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繼續 換下一個 我覺得這還不錯 我待會 我待會隨機 隨機挑一個 然後去打一下 呃 快配的方式 然後 感覺一下手感 好不好 然後 超機動型 呃 林玉翔 喔 林玉翔 他推薦超機動型 用給你快瞄 快速瞄準 喔 快瞄是給那個 激動的 快速填裝 布裝背徑 槍托 OK 快瞄 快速瞄準 就跟那個 那一個人講過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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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 前面就是 這個 後座力的 握把 改掉 好他改成槍托了 那我們 這樣子去試車中台吧 應該也是 沒什麼 太大的差別 我覺得啦 還是說我 十公尺的距離不夠遠 可是十公尺我覺得 差不多就是一個 近程感的感覺 中距離的感覺 也沒有到非常之一 對 應該算是可以啦 所以 其實 大家去用守護任務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看你能不能睡著 有時候聲音會影響到 他原本是 三個人 三把槍的 部份是三格 可是我發現我這個 他有延伸上去的話 到了第四格的位置 一二三四 所以他 沒有裝那個 所謂的握把部分 他會多了一格的空間 所以小隊在遠距離是 真的還是需要做一些小小壓強 然後槍線的感覺 一樣是 右左 右左 再來就是下一個 我們的 鴨鴨 陳怡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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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用高興的時候會有發現我的雷射 雷射感是要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平常我們會打這種遊戲 有時候直播我們不會開到最高好的 有時候野霧也會很明顯 再相信這個是連影子都看得很大 人影讓你看 我的影子沒有 幹我沒有影子 為什麼我沒有影子 為什麼你有影子 為什麼有影子 好 然後我們就有六 壓壓 壓壓給我 欸這邊沒有東西 這樣有10個影子 現在10個影子 好還進喔 一樣在跟這邊 兩格 三格 對沒錯 他一樣會在三格之間的位置 你會發現他剛剛前面 前面就是從右邊在挑左邊 在左下 在右邊 所以他的槍桿其實 又是很明顯 有時候 他偏右距離有點高 偏右邊距離有點高 偏右再距離 偏右再距離 那這就是 我們壓壓給我的配置 那我們來設置一下 下一個 紫帶穿甲彈 我們的那個 蔡 蔡綠軒嗎 蔡綠軒 太雪 蔡綠軒 太雪 他叫我只帶 穿甲彈 好像 比較特別 致子h 冬口 ok 重量 從G越開始圈 哇 他有點高 我剛剛發現它已經打了第六格 3 第六格的 沒錯,他打到第六格 剛剛第六格的尺寬打了一發神訊 偏右 偏左 然後這打兩發 甚至到第七格 快要到第七格的位置 到第六格 所以沒有抓那些配置 其實他在壓制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大家還是必須要注意一下 好,下一個 消音跟全席是張良 這樣推薦的 消音跟全席 所以這個要卸掉 消音跟全席 沒錯 他只要我用這個 好 再實測一下 那是沒有問題 好 一樣帶回去找石鑽 一樣找石鑽很好 我其實在準備的時間 就可以撤 因為時間夠了 好,這邊有石鑽了 四公尺囉 四公尺囉 好,從這個格子開始 哇,好穩喔 欸各位,超穩的 殺小 有動我人嗎 他剛剛整個很簡單的就是 有那個 感覺非常非常的簡單的 不用去壓強 他都可以在那個格子上面去做一個輸出 好 我剛剛撤到 從這個格子開始 三格 他在三格 他在三格吐下去 往下位置 好 沒錯 他大概在三格之間的位置 然後 就 一二三 第三格 第三格 再一次 前面都還有到四到五格 可是這個只要三格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 拳席跟紅點 戰術基秒就很容易飄掉 我不知道什麼 戰術基秒是容易飄到第四到第五格 可是如果你是裝拳席 又裝基秒的話 他只要三格 好不好 下一個 拳席 拳席 拳席加強 拳席加強套 拳席加強套 這個好像沒碰到齁 因為剛剛是 戰術基秒 那我現在用 葉文心的 拳席 剛剛有拳席套 槍拖 沒什麼太大的影響 然後 前握拔 再來是 快速 所以他就多了一個 減少後座率 所以原本三格的距離 在這次的 測試之中 能不能 縮到兩格 如果縮到兩格 我覺得有點OP 對不對 會覺得有點太誇張 兩格內的話 三格內我就覺得很厲害了 他就 又要兩格內 那還要講嗎 那這把槍 真的是 可以取代TL-5 因為TL-5他屬於 中近距離輸出的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武器 那我還是推薦了 可是如果你是說 要保命啊 有一點中距離 年輕一點的遠的話 KM-44這把槍 就會給你 然後我待會還會介紹一下 他的特性 他的特性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T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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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格子來的時候 T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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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兩個再多一點點 沒有到三格滿 T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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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檔是屬於V字型的槍 V字型的槍 所以前面幾把槍的路線是一樣 可是我主角他的 後座率完全 完全非常輕鬆 後座率完全輕鬆 輕鬆到有點... 對不對 OK 還有該 那我剛剛也是實測了很多彈 到以及我們一些觀眾他給我一些簡單的配置 那我個人剛剛實測完的所有彈道之後 我推進的應該是有兩個 那其中一個就是我現在已經看到我的一個機瞄方式 然後配上我們的瞄準 還有我們的穿甲 還有我的擴容 我是個人覺得需要吃擴容 因為我需要更多飛彈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待會先把全息裝上去 我們帶兩把槍來實測 一個就是有裝進的 一個是沒裝進的 然後一樣是在我們的地獄益牢籠那邊 就是屬於比較小範圍的方式 然後去來 磁測 這把槍的感覺 那一方面我還覺得建議的是什麼 今天我覺得隨便大家配 因為隨你們自己喜歡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需要在 站點的時候用這一把 那我會跟你們推薦就是 所謂的 這個 槍 不懈可擊 不懈可擊 那我一般的話我還是用這一把 潛藏者 他在射擊的時候他有加12%的移動速度 所以對我來說是覺得應該是可以彌補 你可能用所謂的槍托 槍托的使用 那應該是這樣的配置是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大家也可以來看看我待會的實測畫面是如何 好不好 然後在開始遊戲之前 把遊戲開始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些特色 因為像剛剛我說的一些 槍直上紙槍特色的話 一樣會有一些公告 一樣會有一些公告告知 甚至還有一些就是所謂的 提升有效視距離 那基本上紙槍都是提升有效視距離的感覺 我感覺就是這樣子 而我們這個傳說槍呢 他的傳說槍的話 就是 也是屬於我剛剛所說的 被彈型的傷害 所謂被彈型的增加 被彈型 就是說我在近距離擊殺敵人的時候 我會偶爾格戴的 得到一些彈藥 彈藥不是直接到你的子彈裡面的槍 是到你的被彈裡面去 所以就是 譬如說 你可能剩08人 殺完一個近距離後 要多38 可是38會直接在你被彈裡面 要做一個幻槍的 在幻子彈裡面 才能拿到這38 好不好 才能拿到這38 那基本上應該就是選套啦 呵呵 可是我覺得 他的一些 本人各色的特性 應該算是不錯的齁 很不錯的東西 好 那大家就是 待會我就來實測一下 給大家看看囉 喔 沒錯 我發現我全部的 包括隊友 有一個隊友換成 所以玩家進來了 然後對面的 三個電腦 有兩個換成玩家 三 欸 三個人機 人型的 他們好好偏向我們走 我的右側齁 他們帶我右側的距離好高喔 我以下還有229 他我的子彈量好像多 好像多 好像多 我進去 可以被彈 啊 怎麼沒有一個人 他被彈直接給我 有沒有 啊 發現我穿起來 沒有穿到他 可是應該算是 有穿到 但是傷害沒有到 不到那麼的遠地齁 那眼距離還是可以的 那眼距離還是可以的 有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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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步伸余 lite多 喔! 11發! 啊!這距離很可惜 我知道他的那邊了 我剛剛其實槍械的那個煙霧彈有點多齁 最後一隻帶走 他的特效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他的特效其實叫什麼你知道嗎 彩虹能量灌入你身高 這就是把我的能量注入到你的身體 到你的滿滿滿滿滿的滿座 有沒有 整個爆炸的感覺 其實蠻酷的我覺得 他是特效 感覺很不錯 而且雖然有點小巧阿姨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答案 沒什麼答案 好那剛剛就是使用的是我們的 全息秒準鏡 然後待會使用的話就是幾秒啦 用雞苗來實施一下 個人應該會推薦用雞苗 如果你在一些場次你會發現 其實他在有一些表現的時候 是因為你想像中的 就是他會支出到很多屍 所以可能左邊右邊有人 可能沒辦法那麼快的看到 而雞苗的方式不是 雞苗就蠻有的地 就是可以告訴你 敵人不大搞會在兩個方向 可能在你的畫面右邊左邊 就很明顯 就不會打到 而且他開進的速度是 呃公認的齁 都會變得比較快一點齁 就是會變比較快一點齁 那敵人應該都會從我的右邊出現 我大概就是駕強 駕長遠程叔叔叔看我代表自己 OK 來 OK 來 爆炸 想抓我 有啦 50分 那是我打一半了 18 可以帶走 喂 等一下等一下 同學 同學 可以帶走 爽啦 可是我十三八 能撞到腳 十三八 十三八 欸 有啦 有啦 自殺 自殺 整個機器 怎麼就是 挺 心滋開爹 Whaas 這 有沒有 幾秒 幾秒 我給你的感覺就是幾秒 好啦 沒問題 所以實測上面的時候 我個人是覺得最好用的應該配上 幾秒之後 穿甲 然後雷射瞄準我覺得不錯 它真的會把槍線的部分壓得穩穩的 基本上你移到哪裡是基本上不用到太大的牙槍 而且你可以穩穩定徑的輸出到別人身體上 不會很壓 應該是沒有裝配件的話也會很好壓 但是我覺得如果裝到雷射瞄準的話 在腰射的時候就一定死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快速擴 就是我們的擴隆 不是快速擴隆 就是直接擴隆彈夾 真正把子彈背奪 這樣子在你的戰場上的持續輸出可以更有力 好 那以上就是田山今天的時辰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訂閱田山先生追蹤我的粉絲團 那我不定期都會做些直播 如果有更多問題的話 一樣可以在我的影片下面跟我做互動留言 我都會回訊給你啦 對不起 各位掰掰